嗨,我是桃子,欢迎回到桃桃山生存 上一个视频比较长,主要是记录了桃子在地下挖矿的过程 怎么样,这么长的视频有没有过瘾 上期顺便把床也做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个星战升级一下吧 不然也去不了别的星球,挖不了矿 奶酪上期不是上空道了吗 问了一下是有智能芯片的 我们再用点别的材料合成升级元件 就可以升级星战了 诶,星战呢 锦衣,你怎么把它挖了呀,快放好 小伙伴们是打算先盖房子 所以说咱得抓紧把刷石机给做出来呀 家大业大,那么多石头可不好办 先来找一片小沙漠,弄一点沙子 做刷石机的话,得需要硫磺金沙的嘛 接下来来到萌影响,挖三颗钻石 先把星战旁边的这个遗迹挖了 好像还没有人挖过呢 我猜一定有星头钻头,你们信不信 哈,果然就有 现在的版本好像第一个遗迹 必爆星铜钻铜 接下来去找钻石吧 哎呀,这第三颗钻石可太难挖了 被一只小红和一只小蓝给盯上了 一个字都追着我打 怎么的,这颗钻石是你们的 趁着复活无敌的时间挖了抓紧溜啊 好了,成功做出蓝钻铲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来到猎眼巷,挖一个硫磺金沙 锦仪已经提前来到猎眼巷挖电视了 多挖一点哦,做刷石机可得需要很多电视呢 来到了这一片岩江海 在这儿看了半天,也没有看见有硫磺金沙 白瞎了这么大一片海了 那就换个地方 半路上遇到了硫磺弓手和熔岩巨人的追击 哎呀妈,现在没有装备,没有武器 莱莉英雄还是有点危险 换个地方就硫磺金沙了 而且一下子就是三个 哦,四个,四个 天呀,好多哦 还是老规矩,我们用沙子 把硫磺金沙的四周都给它围好 再把中间的这个挖偷 用蓝钻铲把硫磺金沙挖下来 现在挖一个就算了 剩下的有需要后面再来挖好了 顺便再来挖一点电石 前期电石可是非常缺的 哇,看我发现了什么,宝子们 这个景象也太壮观了吧 那边的海面上有超级多的雀阳 怎么飞色,密密麻麻的 像一群蚊子似的 刷石机的话,先不着急见 我们先确定一下家的位置 小雅说她找到了一片桃林 我们过来看一下 研究一下地形 适不适合用来当家 毕竟我们这次生存 可是要建一个村子的 呃,逛了一圈而发现挺好的 中间地势还是挺开阔的 而且也挺平坦的 这边还有空岛 还有一座七星怪状的山 嗯,那就决定是这里了吧 桃桃村正式定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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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